苗栗58岁王兴夫人去年底透过饮食节制瘦身 迄今减重十多公斤 原本她自豪身体越来越轻盈 但却发现脖子肿了一大圈 经过详细检查发现 竟是甲状腺节节造成的甲状腺抗静 医师提醒 甲状腺节节患者多半检查甲状腺功能指数都正常 但若有暴瘦、脖子肿、喘、心悸、脾气变差等症状 务必就以检查 王夫表示 二十多年前就曾检查出甲状腺节节的问题 但多年来始终和平共存 外观上也没有特别变化 直到去年开始尝试瘦身节时 原本还因体重下降 暗自轻性终于瘦下来了 没想到全身都瘦 就只有脖子肿肿的 加上摸起来有阴阴的感觉 过了一阵子都没有消肿 只好就医检查 没想到原来是误会一场 中国副医内分泌科主任 亚洲大学附属医院新陈代谢科医师王子源表示 甲状腺节节多半长在颈部内 有时外观不易发现 但多数均为良性 仅约亦成为恶性肿瘤 临床上可以透过甲状腺超音波 即在超音波导引下进行细针穿刺 因此即使节节小于一公分 也可判别出良性或恶性 王子源也指出 王姓妇人原本就有甲状腺节节 近一段时间后 有的节节会自主分泌过多的甲状腺素 造成甲状腺功能抗禁 经详细检查后 患者不仅有多颗节节 且最大颗约三公分的 却认为毒性多节节性甲状腺种 这类患者甲状腺抗禁发病年龄 多半在60岁以后 且发生率随年龄增长而攀升 目前建议先服药治疗中 王子源强调 上述患者除了会有紧张 心肌等情形外 少部分会有忧郁倾向 最常见的症状则是体重减轻 不少患者都以为是糖尿病 或者年纪大胃口不佳造成 甚至误以为是减肥效果变好 因而忽略了甲状腺抗禁的潜在风险 王子源提醒 毒性多节节性甲状腺种 是仅于葛瑞夫资症外 造成甲状腺抗禁的第二原因 患者需先服药治疗 等待甲状腺功能数值恢复正常后 再决定下一阶段 采取原子点或手术治疗 但以上两者都会造成甲状腺低下 需补充甲状腺素 如果病患不想接受原子点或手术治疗 就需长期服用抗甲状腺药物 民众也应定期安排健康检查 才能及早发现 毒性多节节性甲状腺种及早治疗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